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季节目确实很精彩 尤其是最后一期 直接将大家的热情退到了最高点 每一季节目里面大家都期待的就是嘉宾们的表白环节 第五季和前几季节目一样 嘉宾们选择的告白场地十分的浪漫 一整个偶像剧的场面 论维感很足 预言CP的进展是最快的 其实 在告白日之前 张根源和李妮双玉就已经进入了恋爱模式 他俩可真是最甜的 告白夜上张根源十分主动 霸道总裁犯十足 不仅拥抱了李妮双玉 还抱着李妮双玉给观众们上演了转圈圈的画面 他俩的表白场面可真是太浪漫了 特别是偶像剧 六万CP也是成功牵手 李婉倩和郭浩然和其他的嘉宾不一样 他们经历了误会 但是还是走到了一起 说明他们确实很喜欢彼此 告白夜上的郭浩然特别真诚 贴心地为李婉倩准备了一大束花 看得出来 郭浩然成长了很多 这一对也是很甜 雪秋CP的告白场面直接把人看哭了 他俩这一段也很精彩 雪紫阳去告白王秋一的路上完全是涌跑的 不善言辞的他甚至主动抱住了王秋一 这个举动简直太难得了 浪漫之余还特别让人感动 这一对是小火慢顿式的互动 他们俩能够成功牵手 多亏王秋一的坚持 这一对在性格上确实很互补 确实很般配 第四对当然是肉综CP 陈宗伦和金家月也很好嗑 金家月选择陈宗伦 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 告白夜上的他俩眼里全是彼此 特别是金家月 他的脸上全是满足的笑容 他们同框的画面就像是偶像剧男女主一样 行动的信号物不愧是恋宗的元老 以下促成四对CP成功牵手 大部分观众都嗑到了自己想嗑的CP 其实也因为这一届的嘉宾都很真诚 正是因为他们的真诚 才让我们嗑到了甜甜的恋爱 他们自己在节目里面也能够牵手而归 最终只有小派孙星落单了 可惜少了一位女嘉宾 节目里应该是再多请一位女嘉宾的 这样的话说不定小派也不会落单了 不过小派落单也并不可惜 毕竟凡事总有遗憾 他的性格很不错 人缘特别好 大家都很愿意和他做朋友 刚好缺少朋友的他 收获了一份又一份珍贵的友谊 遗憾至于他自己应该也很开心 因为近距离的嗑到了四对CP 大家对星动5的告白场面还满意吗 我们下期待